爸 妈 妈 宋玉怎么没来 儿啊 宋玉那个白眼狼怎么可能会来接你 你入狱的第三年 宋玉就和你兄弟叶开搞到一起了 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什么 爸 妈 我要去找宋玉问个明白 叔叔 我是来找宋玉的 宋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不欢迎你罢了 你一个刚出监狱的杀人犯 跑来我们家干什么 宋玉是我的未婚妻 我来看看她没有什么不妥的吧 而且四年前是我代替宋玉认罪 做人可是要讲良心的 当初可没有人逼着你替我认罪 都是你心甘情愿罢了 宋玉 叶凯 你们 徐东好久不见啊 讨厌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叶凯现在可是在华丰制药任副总经理 年薪百万 有车有房 你呢 小月 徐东以前可比我厉害多了 名校毕业 将徐心拿到手软 还差点入职全球五百强的医药企业 如果没几千月 恐怕连我都比不上他呢 勾引大扫 忘恩负义 这放在古代 是要被禁猪笼的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怎么 我的好兄弟 站不住了 徐东我求你大意 叶凯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 你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我随时奉陪 这个账 我们慢慢算 把我当初给你的玉佩还我 你不配拥有它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宋玉 我又不是故意的 无奈天衣门老祖陈傲天 待在这苍龙狱中已有千年 今日你我有缘 特寿无知传承 得我天衣玄京 学成之后 当玄虎济世 心怀天下苍生 年轻人 一定要重振无天衣门 新年的辉煌啊 我这是 在路边 爸 怎么了 你妈突然晕倒了 现在在第一人民医院 你快点过来吧 爸 妈他怎么样了 老累过度 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就好 谁能救我父亲 我给他五百万 绝不赖账 典型的植物人正光 我无能为力 京都的专家过来也是一样 我家老爷子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你们一致就出事了 这人是谁啊 东海市四大家族 掌管北区的苏家少爷 苏伯 并床上的是他的父亲 苏家家主苏山河 可是我确实没有办法 您另请高明吧 废 谁能治好我父亲 我给他五百万 绝不赖账 以我们苏家进一位担保 我来试试吧 你是什么人 不要不自量力 治好苏老爷子 我自有把握 把握 你是哪家医院的医生 我不是医生 但是学习过医术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没有 没有你敢行医 苏先生 令尊的情况不能拖了 我说有把握 自然就是有的 若一拖再拖 就算神仙来了也没辙 你又耍我 知道后 只要你不赖那五百万就行 苏先生 这小子没学过医 可真要治死了 闭嘴 你治不了 就给我诡异病去 所以敢证我夫妻死 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当真有办法 再拖 就算有办法 也没有用了 请吧 哪怕只是让他有意识 五百万我都照付 原来如此 给我一盒银针 快 这种中医骗人的把戏 居然还有人敢用 当真是要害死苏老不成 针灸可治不了植物人 怎么回事 院长 这人不懂医术 只院长 九转回阳针法 先生的针法 当真举世无双 绝对能在当今的中医界排进前五 六十 嗯 回阳 病人心理恢复 怎么可能 他应该没救了才是 怎么可能 赵维新 你的意思是 家父该死吗 我这是 怎么回事 父亲 都是这位神医救的您啊 先生之恩 老夫莫齿难忘 不知先生明慧 徐东 原来是徐神医 这是之前承诺 徐神医的五百万 都在这张卡里了 徐神医 请问家父得的是什么病 苏老爷子是中了迷心伞 身中此毒者 症状便如同植物人一样 中毒 莫非是孙家 我们和他们有业务竞争 不二 徐神医今日救我一命 日后请徐神医到寒舍一坐 好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苏老的毒还没有完全去除 两日后还需再次试针 我先给开个药方 可以助他恢复元气 多谢徐神医 不过两日后 两日后我自会登门 为苏老试针 好 若是徐神医彻底治好家父的病 我定在拿出一千万筹记徐神医 苏先生 五百万足以 就当是交朋友了 能和徐神医交朋友 那是我三生有幸 徐神医 明天晚上明珠大酒店有一场酒会 不知徐神医能否赏脸参加 没问题 太好了 那我明晚亲自去接你 明晚我自己过去就好 就不劳烦苏先生了 徐先生 徐先生 我是东海市医术协会会长 在此真诚地邀请徐先生入会 不知徐先生意下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还请苏老安心养伤吧 在下还有事情 就先行告辞了 好 我一会儿就找人安排 小冬 你 爸 回去我再和你解释 走吧 你妈她也醒了 我们回家 嗯 爸 你老盯着我干啥 小冬 你入狱前 根本不会医术啊 我在监狱 结识了一个老中医 说什么 知道自己是出不去了 可又不想浪费一身医术 便全部传授给我了 真的 真的 真是太好了 我们老徐家 终于出了个人物 是啊 苦日子也到头了 半辈子没白忙活 妈 之前帮苏家老爷子治病给的钱都在这张卡里了 您拿着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花什么花都留着给你 现在咱家有钱了 送于那种女人投怀送抱 我们还看不上呢 老伴说得对啊 先生 请出示下您的请柬 抱歉 请柬我没有 是苏总邀请我来的 哪个苏总 华丰制药苏博苏总 像你这种人 想要混进酒店 混吃混喝 我见多了 快点滚吧 一个穷逼 还敢说是苏总邀请你的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 就是 每年总会遇上几个这么不要脸的人 像小丑一样 快点滚 不要妨碍我们进去 等一下 徐先生是我请来的 我看谁敢赶他走 徐先生是我的朋友 岂是你们二人可以随意侮辱他 快道歉 徐 徐先生 之前有眼不是泰山 还请原谅啊 徐先生 有些人不长眼 狗眼看人低 你莫要生气 无妨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进去吧 一帮跳篮小丑发了 还望徐先生莫要在意 见多了 无妨 好 我先去见个朋友 你随意 您请 记得上一次喝酒 都是入狱前的事了 徐东 你怎么会在这里 恢复得不错嘛 都能参加酒会了 徐东 你休想转移话题 我们是被邀请来参加酒会的 你是偷偷混进来的吗 毕竟谁会去邀请一个 杀人犯 这个人叫徐东 欠钱不还 把讨债的人给一刀捅死 他昨天才注意 今天就混进酒会了 叶凯 难道我就不能被邀请 你说你是被人邀请来的 哪个混蛋敢把杀人犯邀请进来 还不滚出去 等我喊人过来动手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简单 我倒看看你是怎么个不简单法 徐先生是我的恩人 更是我的兄弟 我倒看看 谁有这个胆子 能污蔑我兄弟是杀人犯的 叶凯 你刚当上集团的副总经理 连我请来的人都想赶走 那下一步是不是也想把我赶走 你来当这个总裁啊 不是 苏总 我怎么会 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苏总 不要开除我 求求你了 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事 你没有理由开除我的 你最近跟孙家接触平凡 这准备当商业间谍 苏总 我没 要不要送你去警察局 苏总 苏大爷 我做了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帮我求求苏总 让他不要开除我 求求你 求求你了 自作孽 不可活 不要 求求你 苏总 苏总 不要 不要开除我 不要开除我 这 怎么会这样 苏总 对不起 之前都是叶凯逼我的 其实我的心 还是属于你的 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爱你 我们和好吧 好不好 宋玉 我是杀人犯吗 不是 你不是 你把四年前发生的一切 跟在场这些人说说 到底谁是杀人犯 实话实说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杀人犯是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徐冬 都是我不好 四年前 是我失手杀了人 你怕我受苦 替我挡了这牢狱之灾 我本想等你出狱 与你结婚的 可叶凯威胁我说 只要我不跟他在一起 就把真相公知于众 徐冬 你原谅我了吗 当初的事都是我不好 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我们和好好吗 你说呢 我为你锒铛入狱 你转头就跟叶凯搞在一起 还在我出狱后 对我百般凌辱践踏 我怎么会原谅你 不 这都是叶凯的要求 我不答应他的话 他会毁了我的 那现在你怎么说出来了 宋玉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金钱和地位 少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 徐冬 你说话不算话 你答应我 只要我说出四年前的真相 你就原谅我的 宋玉 你害我在监狱四年 你知道我承受了 怎样的痛苦才坚持到今天的吗 你还背叛了一心对你的我 我这辈子不可能原谅你 永远不可能 你滚吧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 说话不算数的人是你吧 说初遇就与我结婚 可你又做了什么 老安 把这个疯女人带出去 是 苏总 一场闹剧而已 就会继续吧 真没想到 徐先生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蒙受不白之冤 不过是犯蠢罢了 是啊 有时好人未必会有好报 莫非这位苏家总裁 也有故事不成 哎哟 苏总真是霸气 叶凯是你身边的老人啊 为了讨朋友的欢心 就开除多年的忠诚 让孙某 打开眼界 孙总 这是我华丰制药的家务室 和你无关吗 嗯 确实是你华丰的家势 只是 千金亦得 良居难求 这叶凯你若不要 我可就收下了 吃里爬外的狗 你要尽快拿去 不过我得提醒孙总 小心胃不熟啊 我孙家训狗的办法 比你苏家高明多了 孙正豪 你要干什么 苏总 别这么紧张 小兄弟 笔人孙正豪 敢问尊姓大名 在下就一普通人 谈不上什么尊姓大名 小兄弟 你这话可不实诚啊 以苏总的眼光 他为你出头 你可不是普通人 苏总呢 是仗义直言 嫉恶如仇 为人正直 在下有事 先告辞了 我送去歇手 来人 查查这小子 徐先生 今日是我招待不周 家父的病情 明日 明天我会准时过去 那就劳徐先生了 救命啊 让开 你们让开 我们刀哥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这身材 真是带势啊 你放心 你刀哥等会儿 一定伺候了你 舒舒服服的 保管让你满意 好丝滑呀 比德服还丝滑 滚开 滚开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患者当前状态 已是混乱 应因 深重谜药 治疗方法 针灸疏通经脉 将药力排除体外 混账东西 你他妈谁呀 敢坏老子的好事 归地上给我赔个不是 我饶你一条狗命 欺负一个女人 算什么本事 上 给我干死他 这是 这你妈什么反应速度 难不成这家伙 厚到时候长眼睛了 大哥 大哥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 您就当个屁 把我给放了吧 知道错了 知道 知道 反了 哥 别打了 别打了 这美女现在是你的了 我让给你 我让给你了 行不行 这次是给你个教训 别让我再碰见你 否则 箭一次 打一次 是 是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休息一晚上就能好 算了 还是看他一夜吧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还想解释什么 你真是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你个臭流氓 你还我清白 你还我清白 昨天晚上我是剑义勇为 你被人下了迷药 我给你湿针排毒 就是这么简单 你昨晚吐了不少 你身上的衣服 我连夜给你洗了 对不起 我有些冲动了 没关系 等一下 这里有五千块钱 你拿着吧 我都说了剑义勇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鸭子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五千块钱 算是封口费 我还没那么无聊 徐先生 在下苏家管家苏福 让您久等了 抱歉 实在是抱歉啊 也没等多长时间 徐先生 这金院的位置还算不错的 空气清新 环境优雅 住着也舒服 你有意的话 我可以帮您物色一套 我可买不起 苏总想送你一套啊 无功不受禄 徐先生来了 快请坐 父母 上茶 不知老爷子的情况如何了 徐先生真是妙手回春 家父的病情很稳定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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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苏伯说了昨天的事 要是没你 我这条老命可就交代了 大一精诚 我只是尽本分 我怎么感觉年轻了十岁 苏老是老当义壮 你小子 会说话 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医术 年少有为呢 对了 徐校友 结婚了吗 这个 还没有 没有好啊 徐校友 不是我自夸 我有个孙女 跟你年纪相仿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段 都无可挑剔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苏老 我 啥情况 这是治病 还是相亲来啊 你忽然说起这事情干什么 不过 徐先生 我那个闺女确实无可挑剔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又背着我小女婿 你们一大意小两个没正型的家伙 我苏宇为何仇嫁不出去 你 你 你们 你们认识 认识 不认识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 不认识 威威威 威威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救爷爷一命的徐东 徐神医 多谢徐先生 不用谢 你这么客气 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上午打我那一巴掌 现在都还疼呢 你给我出来 威威 不得放肆 一物相一物呀 年轻人爱折腾 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你想干嘛 你在房间里说那些话 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 我也没说什么 还没说什么 是不是要钱 你要多少 我都给 我只是说你打了我一巴掌而已 不过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你这么大的人了 竟然 还穿皮卡丘的 你个臭流氓 我踢死你 你以后不许来禁远别墅 是你父亲请我来的 不是我要来的 牛气什么 不就是会点医术吗 老板 结账 小伙子 你有零钱吗 没有 那换一张 你说我这钱是假的 这就是假钱 赶紧换一张 这一张不是我给的那张 你们老两口偷梁换住我 大家快过来看啊 这是家黑店 我给的真钳 一不留神就换成假的 你给我的就是假钳 别挂起来 你赶紧给我找钱 以后 别过来吃饭了 那怎么说话呢 我来吃饭是给你脸 慧光 慧光 你们有没有良心 还有多管闲事的 你跟我出来 虚东 你敢打我 打你还算轻的 光天化日行凶商人 你又要进去了 你刚出来可不能再冲动了 虚东 打 狠狠的打 你是谁派过来的 今天我是过来砸店 你敢动手 姓徐大 等着 打你就是打我的脸 今天 今天就让这破面馆 渐渐血 刚才谁动手了 给我站出来 姓徐大 今天我看你怎么死 这些人 是你教来的 这是我刀哥 这一片 都是归他管的 我刀哥说了 今天让你渐渐血 他说让我渐血 刀哥 这就是徐东 只要你把他打到住院 这包钱 就是你的 谁是你刀哥 老子不认识你 订金都给了 不能光说钱不办事吧 我就不认识你 大哥 就是他打的我呀 那你也是活开 一定是你惹的事 站住 我让你走了 我让你走了吗 徐兄弟 还有什么指教吗 你是他叫过来对付我的 来打我 我不敢 不敢 徐兄弟 我真的错了 我知道错了 刀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刚从狱里出来呀 这是我徐兄弟 赶紧跪下给我兄弟认个错 你知道我是给谁办事的吗 老子管你是给谁办事的 刀哥 他就是个废物 女朋友还被我给撬了 徐兄弟不打你 那是他大的 别给脸不要脸 别打了刀哥 我知道错了 都给我跪下 徐兄弟 我真不知道是你啊 求兄弟放过我 平时你没少干这种事吗 我 我 小冬 算了吧 徐兄弟 我真知道错了 我在这给叔叔阿姨赔个不是 以后这条街 我再也不闹事了 他打了我爸 你看着办 我明白 我懂 带上你的人 走 徐冬 好硬的 王梅啊 你这儿子有大出息啊 是啊 平常这些个混子 可是没少闹事 这下好喽 有徐冬在啊 我也沾光了 妈 王芳就是个见前眼开的主 请咱家吃饭有啥好事 早些年 你方姨不是打算把闺女介绍给你吗 好吧 王梅 你累瘦了 这是小冬吧 监狱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王芳 你是不是要说亲啊 说亲 我们小玉的男朋友李磊是酒楼的主管 我让他给徐冬在酒楼找个工作 来之前方姨早就交代过了 这小子曾经拒绝过赵玉 所以今天必须好好敲打敲打他 徐冬是吧 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工作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小冬 这时候可不是要面子的时候 徐冬他有钱磕呀 方姨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累子 找个刷盘子的活 让他有口饭吃啊 刷盘子也不行 没办法 我听说小冬被人甩了 你帮小冬捂死个女朋友 他进去过不好找啊 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徐冬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臭流氓 帮你这一次 这位小姐 你是不是走错了 亲爱的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那电话是你的 有要紧是要说 姓徐的 你欠我一个人情 叔叔阿姨好 我是徐冬的女朋友 今天不请自来 别见怪 你好 你好 不见怪 不见怪 这位小姐 你的眼光有些问题啊 什么意思 这老色鳖一直偷瞄我 这么猥琐恶心的男人 你也能看上 你说谁为所 你动态一下试试 一个破主管 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 滚 你不用来上班了 就凭你 就凭我是苏与威 苏与威是哪根葱啊 苏小姐 您怎么过来了 我还得跟你抱呗 当然不用了 苏经理 你打我干什么 我是在维持秩序啊 这位苏小姐 是四大家族苏家的千金 不是 苏经理 我错了 我不知道啊我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苏小姐 我狗眼看人低 是我眼下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苏经理 这边的事交给你了 亲爱的 我们走吧